有160的专用神器刷到了109的号场挺厉害 伤害爆了 双架还可以 但是这个魔力一般是送的 684除以3加670905出伤 再加133.33 这把武器是38.33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33再乘一个0.5 再加上一个18.81 综合的话1057.14 没算魔力啊 他这魔力都没算到属性点给送的法房 1057 复战 复战武器 1057是复战武器了 但是我估计也就是个二手 0.7 为啥是 复理器用0.57 你算的是零力 算零力干嘛 还有一把武器跟你的基本一样的全部完全 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 数字粘贴一个模板下来 你俩就过龙 这个是1056 你的是1057 它但是魔力也是 你的是1057 它是1108除以3 再加661530 然后的话 它的是3333再乘一个0.67 加成22的 它的是1052 它的是1057 它的是刀 双种 枪是单种 它的号成品的话 16段宝石 然后再加上号170 化生酒 摆了一个30万零力 这把武器参考 然后你的武器加敏的呢 比它的加那个体的要好 然后它的刀的造型呢 枪的造型 下个版本的话应该是刀 一代版本一代神 上一代版本的话就夸果山 下一个应该是大堂 牛啦 无级别 老板你咋不打点强化的呢 啊 无级别 不强化出了无级别 嘲讽了多少人 最高110级啊 无级别巨剑 看一下老板有没有存存在更新的可能性啊 这把武器663663除以3 221啊 再加上356啊 是577 减去实弹宝石83 初始伤害494啊 然后看一下他拿100级这个武器的造型啊 这个玩具 这个武器的造型充满了塑料的质感啊 不是很不是很发生啊 新出的无级别怎么说 100出了一个401的 但是兄弟们不用慌啊 因为这个401的是110级的 所以说你们的胡包还是1888 现在来看啊 346 367 363 牛啦 无级别 好 这把武器初始伤害是为494啊 然后再看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的话 481除以3加340 初伤的话500 更新了6点伤害 更新了5点魔力啊 然后更新了一个新的造型 看一下 原来他带的是这把 现在他带着这把 哎哟 这把武器帅了很多 这把武器跟球龙很 球龙很像啊 哎呀 出无级别了 这刚开播就出无级别 就这 没强化有点 不是特别可惜吧 不强化 因为怎么说呢 110的不强化还是强化 它的造型都差不多啊 而且110的无级别本身也不是特别 几千块钱上不了万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狗托吧 它无级别 呃 在2020年8月份就出过了 昨天晚上又出了一个 今天早上又出了一个无级别 再给这个狗托老板鉴定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好事成双 今天能不能再出一个无级别 84房 262 来南智出了一个 还是得要恭喜老板喜提无级别 看一下老板之前出的那 老板之前出了一件125级别的 呃 这个法杖 出过一个字 兄弟们 这个价格咱们也不好说 说看老板自己想卖多少了 老板建议不上长毛